美官員事件 俄戰略有變 俄機密作戰文件曝光 美歐宣布對俄最新一輪制裁 除了撤軍沒有出路 馬克龍爆普京野心 想控制整個烏克蘭 川普速停戰 俄連資訊戰都輸了 匿名者侵入普京豪華遊艇 台灣向蓬佩奧授予最高榮譽輝煌之聲大壽大勳章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4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俄羅斯入侵進入到第8天 但戰況不如普京預期的順利 日媒報導 烏克蘭駐日本大使館 在3月3日推特上公布了 烏克蘭聯合部隊作戰司令部 稱是取自俄羅斯克海艦隊的機密文件 這份文件顯示 俄羅斯在1月18日就批准對烏克蘭軍事行動 預定2月20日開始行動 在3月6日結束 15日拿下烏克蘭 目前這份文件未獲俄方證實 對此 有日本網友點出俄軍進攻時間點不尋常 2月20日正好北京東澳閉幕式 俄軍卻要在這個日子發動進攻 質疑這個作戰計劃不單純 《紐約時報》昨天報導 西方情報顯示 中共高階官員在今年2月初 告訴俄羅斯官員 不要在北京東澳會結束前入侵烏克蘭 美國官員普遍認為 這個情報可信 俄軍的計劃會實現 俄烏戰爭進入第8日 俄軍繼續轟炸兩個最大的城市 哈爾科夫和基庫 目前烏軍仍控制著首都基庫 俄軍還用重型武器 連續26小時炮擊 無差別攻擊式打法 攻陷了烏克蘭重要城市哈爾松 福斯新聞說 俄軍甚至出動了黑海艦隊的素手戰艦 正在駛向烏克蘭第三大城奧德薩 極有可能從海面以南炮無差別式的攻擊市區 美國專家對俄軍的作戰能力表示震驚 此是進攻部隊停滯不前 數百兩俄國裝甲車損失 以及俄空軍沒有控制烏克蘭領控 但是CNN報導 多名官員指出 俄軍戰略會逐漸轉向緩慢殲滅烏軍 俄軍起初目標鎖定軍事設施 但目前他們正使用更多重型武器 並瞄準民用基礎設施和平民 俄的入侵遭到烏克蘭人的強烈抵抗 國際社會出現了對烏克蘭前所未有的支持 部分國家志願公民前往烏克蘭援助 扎倫斯基表示 第一波來自其他國家的志願軍 1.6萬人已經抵達烏克蘭 報導說烏克蘭將成立一個國際防禦軍團 成員由外國志願軍組成 除此之外 有超過數十萬名烏克蘭民眾 為保命逃往邊境 不過波蘭邊境警衛隊表示 也有大約2.2萬名原本定居在歐洲的烏克蘭人 他們紛紛前往邊境排隊等入境 只是為了反鄉保加衛過 一名27歲從波蘭趕來的工程師說 我哭著告訴父母親決定反鄉作戰 因為我無法留在波蘭 看著俄軍進攻 傷害孩子和老人 破壞我們的城市 一名西方情報官員認為 俄軍戰略轉變 可能反映了普京默認 推翻基庫政權的計劃失敗 部分原因是 烏克蘭軍民抵抗比想像中更強 另外原因是 後勤保障出現失誤 減緩俄軍推進速度 官員提到 目前烏克蘭軍民的戰鬥意願仍持續擴大 這場戰爭將有可能成為一場長期消耗戰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3月2日表示 俄羅斯除了撤軍 沒有任何出路 而美國願意通過外交手段 解決俄烏衛衝突 他說 但當炸彈正在頭下 飛機在飛行 坦克在滾動時 很難看到任何路徑 因此撤軍才能夠開闢一條外交之路 他還強調 美國將在外交上幫助烏克蘭 為了讓普京停止入侵 西方各國先後制出制裁 布林肯3月2日宣布 對俄羅斯國防相關實體實施最新一輪制裁 這22個俄羅斯實體包括製造戰鬥機 步兵戰車 導彈 無人機 電子戰系統的公司 而美國商務部 將對支持俄羅斯煉油能力的技術出口 也增加限制 美國正在削弱俄羅斯作為主要能源供應國的地位 而為了減少這些措施對美國經濟的影響 美方正在同盟有協調 從戰略儲備中釋放6,000萬桶石油 而這會重創俄羅斯的經濟 另外 布林肯還宣布 對白羅斯實施出口管制 他說 如果路卡申科繼續支持戰爭 對他政權的影響將會升級 而烏克蘭今天也呼籲停止俄羅斯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參與資格 除此之外 聯合國大會也有大動作 週三 聯合國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決議 要求俄羅斯立即無條件撤軍停火 聯合國193個成員國中有141個國家投資持票 中國投棄權票 據《法新社》的報導 德國已決定增加對烏克蘭提供武器 額外發送2700枚防空導彈 柏林已經授權向基庫運送500枚獨次防空導彈 1400個反坦克火箭發射器和九門榴彈炮 所有這些都已抵達烏克蘭 普京不僅遭到國際譴責 國內反對聲浪也持續高漲 俄國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雖然人在監獄 仍然是透過社群媒體發動反戰遊行 他疾呼俄羅斯想要成為一個和平的國家 呼籲民眾勇敢走上街頭 至少不要變成一個害怕沉默的人民 中槍聲,只有膽小鬼才會假裝沒注意到普京對烏克蘭發動的侵略戰爭 他說,普京不代表俄羅斯 如果俄羅斯現在有什麼值得自豪的 就是那些帶著停止戰爭海報走上街頭 而被拘留的6,835人 今天3月3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普京通了電話 法國總統府的高級官員向記者介紹了兩國領導人長達90分鐘的談話概要 並提到馬克龍表示,烏克蘭最糟糕的情況還未到來 俄羅斯的野心是控制整個烏克蘭 據路透社報導,普京今天還告訴馬克龍 無論發生什麼,俄羅斯都將實現對烏克蘭進行軍事干預的目標 法國總統通話後發表的一份聲明中,俄羅斯方面說 烏克蘭方面任何推遲雙方談判的企圖都會讓莫斯科在已經提出的清單上再增加更多要求 俄羅斯明確表示,他們的目標包括烏克蘭的非軍事化和中立 CNN報導,法國總統表示,這次通話是應克里姆林宮要求進行的 這是自戰爭開始以來,兩位領導人之間的第三次討論 馬克龍警告說,俄羅斯將付出高昂的代價 俄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會變得虛弱、孤立並受到制裁 馬克龍重申,普京犯了一個巨大錯誤 莫斯科要求烏克蘭中立以及解除烏克蘭武裝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 這場衝突的責任完全落在普京身上 但馬克龍也表示,仍有時間進行外交周旋和對話 但消息人士說,討論不能在俄羅斯控制下進行 必須由國際合作夥伴組織 對於目前的局勢,3月2日,川普接受 俄羅斯商業主持人巴蒂羅莫的採訪時說,現在俄羅斯要做的事 必須停止殺害這些人,並建議可以達成協議來結束衝突 川普多次發表聲明說,如果他仍然是總統,衝突就不會發生 他採訪時表示,北約是否應接受烏克蘭為成員 這是一個必須做出的決定 普京還讚揚了澤連斯基,同時也批評了拜登對俄羅斯危機的處理 川普提到,在CPEC演講中,他稱普京聰明和證明 並不是為了稱讚普京,而是向美國人展示拜登 北約是多麼愚蠢,讓普京進攻烏克蘭 他說,當普京宣布烏克蘭的兩個地區獨立時 拜登政府完全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另外川普提到,拜登政府將全球暖化的問題 宣稱為是全球安全的第一大威脅 因此而壓殺了美國的能源獨立 然後讓歐洲、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都去依賴俄羅斯石油 川普說,這是他們為普京鋪好了紅地毯 給了俄羅斯一個機會 他說如果他做總統,普京沒有這個機會 俄入侵烏克蘭以來,烏克蘭不但抵禦著俄軍的進攻 還挫敗了一起對總統澤連斯基的暗害行動 根據英媒《衛報》報道 國際黑客組織《匿名者》近日在推特上發文爆料 是俄國聯邦安全局曾向烏克蘭政府透露情報 要澤連斯基小心遭到暗殺 《匿名者》還補充 現在我們能預期克里姆林宮內部出現的權力鬥爭 與此同時,我們一起繼續攻擊 《匿名者》3月2日在推特發文宣稱 他們除了以成功鞋入俄羅斯軍事設施 導致間諜衛星癱瘓以外 還將矛頭對準普京的私人號華遊艇優雅號 他們侵入這艘船系統 將船隻夫號串改為匿名者 另外還將其航行目的地更改為另外一個稱號 據稱,優雅號是普京的豪華遊艇之一 價值9,700萬美元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資訊戰顯然在這次戰爭起了很大作用 讓外界得到很多消息 外媒NEXT TV就在推特發文表示 有一名俄羅斯富商公開懸賞100萬美元要拿下普京 引起推特網友熱議獲近6,000轉推 奧地利亞金融評估稍早刊登學者范利文分析指出 俄羅斯在諮詢方面明顯敗下震雷 烏克蘭人在扎蓮斯基的領軍下 在網絡上播出的大量影片和貼文 扎蓮斯基、首都市長、國會議員 紛紛全副武裝站在街頭的形象 和普京在辦公室內滔滔不絕的形象 相比之下,普京就顯得蒼白無力 烏克蘭人的故事不但對內鼓舞士氣 還在全球爭取到廣泛的同情與支持 英國作家柏特里·卡拉科斯指出 社交媒體時代 政治家的新語法是簡短、前衛和通俗 3月3日 台灣總統蔡英文 授與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總統級榮譽 以表彰他對促進美國與台灣關係的貢獻 蓬佩奧去年在川普總統任期結束時離職 因為他一再批評中共並支持台灣 中共對他進行了制裁 蔡英文在總統辦公室回見了蓬佩奧 感謝他長期以來對台灣的支持 他說,好像蓬佩奧國務卿這樣的好朋友來訪 證明了強大的台美友誼 蔡英文還向他頒發了台灣最高榮譽之一的 輝煌之聲大壽大勳章 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 是另一位獲得這項榮譽的前美國官員 蓬佩奧戴著印有美國和台灣國旗的面罩表示 他為自己在任時努力實現與台灣關係正常化的成就感到自豪 包括派美國官員訪問台灣 川普政府時期對台灣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 包括高調銷售武器給台灣 以及派美國高級官員訪台 拜登上任後 中共對蓬佩奧和其他27名川普時代的高級官員進行了制裁 今日3月3日 中共官媒《人民日報》對於蓬佩奧訪台還踏腳指責 蓬佩奧是個反華政客 蓬佩奧和前國務院政策規劃處中國小組組長余茂春 是在一日晚間抵達台灣 前一日 拜登指派的跨黨派代表團也在台灣進行30小時的訪問 與此同時 三艘中共軍艦出現在台灣東部倒墜難墜東南方50里處 而這亦是2月28日起中共軍艦第三度出現難墜外海 蓬佩奧在這次會談中重申 他的出訪不僅是跨黨派或政治的 更是美國的承諾 同時亦符合台美利益 並有助於持續深化雙邊關係 而台灣政府表示 台灣希望和平 但如果受到攻擊 台灣將自衛 而且只有台灣人民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 協定領執 鼻子 有人 提升 8 人 可以 等一 大 空 國 這裡 有 predator 我想 我